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秦深深强势回归 将整个节目的热度推了上巅峰 不得不说能够有这么大的好周历 秦深深真的是完美地展现了什么叫双赢 绝播仅仅是节目 因为他们的收视率爆炸那么简单 周深和李克勤本人也因为再度出席 而受到了热烈的追捧 能够把一档综艺节目玩出花 甚至是人见人爱的着实不多 但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这次回归的秦深深组合 在选曲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险鲜酿成了大火 富士山下这是著名歌手陈怡逊的代表作 属于花艺坛中极为经典的粤语歌曲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堪称是称霸了KTV的点歌榜 甚至占据了不少人的青春回忆 客观来说不论听改还是内容 富士山下都相当优质 能够有机会听到秦深深演唱这样的作品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问题就处在于歌名和日期上 周所周知12月13号是公祭日 这一天全国上下都沉浸在 铭记历史的悲痛情绪当中 这有时候演唱富士山下就显得有些敏感了 虽然只是小部分人提出了意义 但是按照国内网友的调性来看 如果不是节目组早有安排 赛后秦深深很有可能会将陷入到巨大争议当中 有趣的是我们的歌二节目组非常机智 直接将富士山下临时替换成了爱情转移 甚至连主持人林海在宣布表演曲目的时候 都说的是爱情转移 这样既不容要秦深深换歌 也不至于录像画饼 堪称是两全其美 而在这里有必要说明几个问题 一 唱富士山下是网友投票选出来的 并非是周深或李克勤主动挑选 二 由于我们的歌二是录播 所以秦深深在演唱那一天并非是攻击 仍不存在于刻意挑衅的意图 大家不要胡乱猜测和跟风苍遥 接着我们是说秦深深这次的表演吧 首先编曲方面并没有做太大改动 完美地延续了演唱的那一段淡淡的忧伤 而这让这首歌有听感欢然一新的是和声的部分 说实话每次听周深给人的和声 都是有一种敬畏天人的感觉 他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切入口 在不影响搭档的情况之下进行润色 这其实是非常难的技巧 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 而且由于周深的音色比较特殊 他似乎天生就在和声方面有强的天赋 之前参加《舞龙的歌》第一季的节目的时候 就获封到了金牌辅助的称号 其搭档能力也是可见一般 这次周深显然也是没有让大家失望的 李克勤老师的低音加上周深的高音 整个效果就会被瞬间拉满 看成是无懈可击 尤其是几个美音的处理 秦深深用了更加贴合自己的方式去唱 简直是如诗如画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睹富士山的壮丽景色 果然能够在第一季独冠 被无数观众牵肠挂过的秦深深 确实非同反响 一出手就把节目的精彩程度又抬高了一截 可惜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周深和李克勤只是飞行嘉宾 不知道下一次再看到他们 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